展开啊 这个是展开 成龙主演的熟猫计划到底好不好看 你问我 我问你问谁 问他吗 问我就对了 我带大家去看看观众的反应 记者呼呼上线 首先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成龙大哥的 所以他的每一部片子肯定是得捧场 这个就是两个超级IP的组合拳 看完以后觉得很意外 真的很精彩 演的真是很有意思 电影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成龙 从到尾真的一直在观鹏大笑 梗啊 笑点啊都特别多 就感觉很久没有这么快乐过 非常适合全景领端 非常可爱 非常开心 非常适合回家欢 我给你总结说 最起码有50个笑点吧 成龙大哥一会上电梯 一会下电梯 然后反派在电梯里山上下下 那时候还挺好笑的 成龙和他们被抓之后 然后那两个外国人 把那个衣服脱下来 然后展示他们是成龙大哥的 一个粉丝 感觉那块蛮搞笑的 我的天啊 这就像这些动作 开那儿吧 开那儿吧 群猫可爱 群猫非常的萌 让人很想抓的那种 哇 就觉得这心都挂了 群猫拉屎那个环节吧 我觉得这个很搞笑 真的 碰到屎气的人都会放屁 这也太有意思了 大家叫他国来的那段 就感觉特别的萌 卫翔和史测他们两个 躲在熊猫馆 我也特别想在里面躲一躲 然后也想抱着一只熊猫 感觉中国人都会很喜欢熊猫 更感受到那个熊猫的可爱之处 妈妈我想养熊猫 陈冬大哥不用讲 他就是我们永远的神 他的电影每次拍完了以后 他都有很多花絮 翻跟斗 脚受伤那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陈冬大哥 他给我们最大的感动就是真实 尤其他在电影里就演成龙这件事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更真实的感觉 更贴近他原本的样子 这里面也有一些经典动作 我可以简单地模仿一下 看这些片段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温馨 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 包括那个进仓库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是成龙快乐物 对 回来了 成龙大哥已经年纪 可能稍微长一些 但是还是能这么好的完成动作 其实特别特别厉害 很不容易特别棒 就这部戏而言 其实他里面的动作戏 比之前几年 他的一些戏里面的动作戏 要更真实更好看一点 那个小女孩 躺在病床的时候 他那个熊猫 他给我们群众的这种疗愈的 这种价值 一下被无限地放大 中东国家 整个世界 阿拉伯国家 我们都喜欢成龙 我们小的时候 都是因为成龙 会了解中国 开始学习功夫 他就是一个 把我们中国香港的 包括整个中国文化的 武术的这个梦 继续做下去的那个人 并且是用着他的影响力 来去宣扬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钦佩的 中国功夫看成龙 中国国宝看群猫 今年国庆就看顶流国宝 他们追来了 萌翻天 效果瘾 效果瘾 期末 化妥 技能 帮助